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北新闻网 我是尹正杰 新闻首先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基隆河经过整治过后 虽然沿线的防汛步道多了休闲的功能 不过还是存在了一些问题 像是杂草跟河道淤积的问题 而其中的河道淤积尤为严重 现在河面上面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沙丘 让沿岸的不少里长非常的头痛 那么今天早上的立委黄国昌 就邀请水利署地石河川局等相关单位人员到场会刊 也决定了这两天就会进场晴雨 正在汐止江北桥边防汛步道看下去 只见原本宽敞的河道布满大大小小的沙丘 有些甚至还长出了杂草堆 就有钓鱼的民众沿着淤积的沙丘 几乎走到了河中央 基隆河除了每年割草 沙堆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甚至河道被整个占据 里长真的很担心 龙水量越来越在水流送一响 非常的严重 简直就是说已经沉沙 两岸都已经要连结在一起了 你看那个从新光桥开始 从那个交界的那个七堵 那个宝藏坑那边交界的时候 一直到那个水弯道底下去 已经都沉堆沉沙丘了 那也很感谢第十河川局马上就承诺 他们马上要针对基隆河在汐止这一边 这个河道 然后来进行输郡的工作 那他们第一个阶段会先把一些比较淤积严重 比较窄的地方 那先做一个第一个阶段的输郡 这一带江北桥这一带的淤积很严重 所以我们马上就进来看 那现在因为经费还有行政程序 没有马上可以把土运出去 所以我们先用开口合约的方式先来紧急 先把一些土方可能就是装太空包 放到比较冲击面的落面上面 在结果陈情后 26号上午立委黄国昌就邀请了水利署 石河局人员现场会刊 沿岸好几位里长都来表达诉求 看着河里头到处都是沙丘 里长说应该要赶快清一清才会畅通 而目前石河局也将进场清淤 第一阶段先针对严重的部分输郡 第二阶段会把土都载走 第一个阶段的方式就比较窄的部分 先把挖出来的土在旁边去做护体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接下来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就要把全部输郡的废土 全部都要载离基隆河 然后让这边的河道能够更宽阔 7月底的时候 8月初我寄去就会进来 那在施工期间大概一两个礼拜 我们就先把土方装起来 然后到11月 大概11月底的时候 12月初的时候 我相信我另外一个工程标 就可以把土运出去 要轻运的土方也不少 等预算及行政程序完成 年底再做第二期轻运 把土方清走 增加金融河断面 这次惠林细致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